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居志远 欢迎大家来到本次ApacheCon ARIN 2021 本次演讲我的题目是《开源的魅力》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97年的 然后在可以从右边的图中看到 我是从2012年开始参与Github 当时只是在正常的使用Github 还对开源没有什么了解 只是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项目 就去看别人在做的东西 后来到大学的时候 发现原来还有Open Source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开始尝试参与其中 在学校期间 当时是先参加了FreeCode Camp 然后通过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中活跃 成为中国核心贡献者 再到后来 19年的时候开始参与Apache PN6的项目 当时没有去对APN6做Dashboard的支持 所以当时第一个版本是我做的贡献 后来呢 我加入到现在的团队支流科技 目前在做PM的事情 另外也还在积极地引导大家去参加开源项目 首先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Apache PN6 我们以我参与Apache PN6的例子为例 Apache PN6是一个全动态 低延迟高性能的七层全流量处理平台 我们通常会用它来作为API网关 右边这张图是它的架构图 左边是数据面 右边是控制面 可以看到在这个数据面与控制面分离的架构下 所有的请求都将从上至下 经过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是API-6集群 里面有许多类型的插件 我们可以使用Lua、Golong、Rust、Java等语言 来编写插件 如限流限速、身份认证、日制监控等 右侧的控制面是通过Dashboard对接ETCD集群 然后将数据配置写到ETCD集群内 借助ETCD的Watch机制来触发API-6的更新 然后让配置实施生效 所以在API-6中配置、插件等都是热加在全动态的 另外 Apache API-6是19年的时候进入到Apache软件基金会中进行孵化 并在2020年成为顶级项目 可以看到它的社区是高度活跃的 里面有非常多优秀的贡献者在贡献这个项目 这下面是API-6的官网地址 我们待会儿会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活跃度 这幅图是我们制作的一个工具 用来通过对Github中开源项目进行分析 来看到它的贡献者增长趋势 独中四个项目分别来自于API-6 后面三个是它的子项目 可以看到在API-6的增长趋势还是非常迅猛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有将近在30天时间里面有超过250多个PR 然后API-6也在前不久刚刚有了200多位贡献者 那么API-7API-6做了什么 能够在短时间内或者说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为顶级项目 吸引这么多的贡献者 在此我列举出来了一些可能的因素 首先第一个是API-6遵守API-7API-6文化 我们所有的沟通都是通过邮件列表来进行驱动的 所有重要的事情都需要通过发邮件列表的discuss vote来进行决策 当然考虑到Github的使用度 我们也会在Github中进行一些交流 第二点是我们的贡献者是开源项目的杠杆 而不是star数目 这是我们自己所坚持的 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贡献者的数量在持续的增长 我们的项目也在更完整更丰富 另外一个因素是API-6注重开发者关系 我们会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举办线下的meetup 如果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办法 那我们也会经常办理线上的一些meetup 邀请大家共同参与 第二点是我们会比较快速的响应社区上的问题 是想当一个贡献者满怀欣喜的写了第一个PR 但是社区却久久的不回复 这对贡献者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第三点是我们会引导贡献者来解决问题 我们通过创建一系列简单易懂的issue 然后来引导贡献者尝试去解决 如果贡献者遇到问题 我们会尝试引导他们 尝试帮忙他们 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另外一点是我们会赋予 持续活跃贡献者荣誉感 然后会邀请他们加入到 Apache API6 Team中 稍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team 现在有哪些成员 还有一点是我们也会积极的 与其他社区进行合作 比如说Apache Skywalking 或者其他的开源项目 在Apache API6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是社区来决定产品的方向 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我们团队没有产品经理 没有人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 发起讨论收集反馈 然后进行讨论迭代 另外一点是 社区里面的很多贡献者都非常的年轻 比如说我们目前有一些最小的开发者 可能只有大二 也就是20岁左右 另外一点是我们的贡献者非常国际化 来自于全球多个国家 比如说斯里兰卡 新德里等城市 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比如说我们没有专门的UI设计师 但是印度的一些贡献者 却对Apache API6官网等元素进行了设计 稍后我会有一张截图来表现 Apache API6官网的样子 还有一点是众人食材 火焰糕 当众多贡献者齐心协力来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除了会对他们表示赞扬之外 其他的人他的朋友 他的公司 他的团队都会祝福他 在Github或者邮件中 也都能看到比较积极的反馈 还有一点是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 因为会要求贡献者尽可能的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但是国内的很多开发者可能达不到这一点 但我们依然会当贡献者使用中文时 我们会引导他说 要不要使用Google Translate 或者Deep L进行交流 进行翻译 甚至我们会推荐贡献者或者用户 使用Grammarly这样的工具 来优化他们的英文水平 后来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大多数echo 绝大多数echo 都是用英文进行沟通的 很少再有中文的情况 所以我们认为使用英语交流是可行的 另外一点是 当贡献者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 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发现 比如以API6 website这个项目为例 其中有一个issue是为了设计 页面的主要元素 但是有两个印度的小伙伴和国内有的两个小伙伴 他们对在元素上的方案有了分歧 然后我们是通过引导他们在githubissue和邮件里面进行vote来解决的 我们不会因为大家可能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等一些外在因素 而偏向于某些贡献者 所以当贡献者之间产生分歧后 我们都是通过社区投票的形式已经解决的 最后一点是 贡献者贡献代码后 有些需求似乎不太合理 那我们会面临是该拒绝 还是该合并呢 如果拒绝 那么这位贡献者他如果无法理解 他可能就不会再关注我们的社区了 但如果合并的话 却引来了新的问题 这又得不偿失 这个时候我们依然会采取讨论的方式 让更多的贡献者来进行review discuss 最后再决定到底是合并还是拒绝 那么这里面这两张截图是我们APSX的官网 左右两边这两张图全都是由国内外的贡献者完成的 然后右侧的图 右侧的team页面中是我们目前APSX的committer committer和pmc 当贡献者很优秀的时候 我们就会邀请他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里面 那么开源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是为贡献者 我认为开源为贡献者带来了影响力 他会在他自己的团队 他会在APACHEPSX项目中 他也会在APACHE转型基金会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力 尤其是持续贡献的贡献者会经常看到一个熟悉的ID或者头像 这对他自己来说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另外一个是社区项目 社区经验 国内很多传统的开发者 他们可能在工作中绝对从来不会遇到开源项目 可能也没有精力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他第一次参与到项目里面 可能只是提交了一个issue 反馈了一个bug 然后我们开始跟他互动的时候 他就已经参与到里面了 让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时候 他就会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项目 然后尝试加入进去 因为我自己当初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另外一点是项目经验 对于一些开发者来说 通过参与开源项目 无论是apache psx 还是其他的开源项目 对他自己的能力 交集范围等 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很多 接下来让我看一下 参与开源项目为团队带来了什么 首先是一个良性活跃的社区 更多的贡献者 更多的用户活跃在我们的邮件列表 GitHub Slack QQ群等 每天的消息非常多 大家都在讨论一些问题 然后共享自己的最佳时间 这些是仅凭几个人无法想象出来的 另外一点是 在各个项目里面 累积活跃有250多个PR 这个是通过GitHub的数据统计出来的 还有一点是 开源用户会反补社区 比如 微博的用户 他们在使用dashboard和api6之后 发现dashboard可能无法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 或者说dashboard没有跟得上api6的一些功能 那么他们会完成之后再反补到开源社区里面 社区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除了一些功能特性之外 还有一些bug fix 灵感等 这些都是对社区很有帮助的 另外 我们也会邀请优秀的贡献者加入团队 来提高人才密度 那对于企业或者其他公司来说 一个在开源项目里面非常活跃的贡献者 那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他的能力也是会经过更多人的认可 他与开源项目为自己带来了什么呢 除了为贡献者带来的影响力和项目经验外 通过开源项目 我还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自己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 有优秀的独立开发者 有一些开源的客户 有一些新的贡献者 在与他们交流问题 帮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除了能帮助他们之外 他们也能够影响到自己 另外自己的交际范围也逐渐扩大 还有一点是可以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你在开源项目里面不断的帮别人解决问题 那你就是他们的mentor 在社区上活跃 自己也收到了一些外面的邀请 来去聊一些开源上面的事情 不知不觉自己就做了speaker 在参与开源项目的过程中 因为自己是喜欢这件事情的 自己可以零可可控的来参与进去 不再为了一些TPI来完成事情 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以上就是我自己在参与 参与APA QIPS6播放中的一些经验与想法 下面是我的Twitter 大家可以搜索这个ID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出来一起聊一聊